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Fotion專心的邀請 謝謝主任還有Professor Ren 還有在場 各位專家老師 各位夥伴 我剛剛其實真的很驚訝 就是既然在長假 四天長假的第一天 禮拜六早晨 我相信全台灣最關注這個議題 最在行動中的所有夥伴 應該都到現場了 對我自己真的很感動 然後也很感謝有這個機會來分享 東密在過去幾年 我在兩團隊 在過去幾年 我們其實真的是這個領域的外行人 我們怎麼樣從外面的角色跳進來 從自己出發 從公民的身份再看 我怎麼樣開始在乎跟一步一步行動 所以那個時候接到公民中心邀請 我就在想 How do I 我怎麼這樣去把我們過去在做的事情 跟這個議題真的去可以串聯起來 然後讓大家理解到說 其實 There's things that every one of us can do 所以我先簡單分享一下 我們過去做的一些推動 一些推動 那我覺得其實 就像我剛剛提的 在台灣其實我相信 最關注最關注 真的在推動這個議題的 應該到今天都在場了 在做在現場了 但最重要的問題是 How do we get people outside this room to get involved to start care just aware and care and start action 這也是東密過去幾年 我們給我們自己最大的挑戰是 我們怎麼樣 用最簡單最簡單的方式 去讓大家 去讓一般的市民一般大眾 以前的我們 以前的我 可以第一 聽得懂 第二 願意覺得說 欸這個議題跟我有關 第三 有信心 有勇氣 開始一點點做 那我們自己是台灣第一個 在引能源跟環境議題 做推動的社會企業 也是拿到國際認證的B型企業 那對我們來講 很重要的是 不但只是un aware 到aware這一段 更重要怎麼樣 把aware到action那段 切成很簡單很簡單的 一小步一小步 帶著我們的客戶 我們的朋友一起走 所以在過去我們 我們自己最核心的理念 叫做一減一加 怎麼樣在現在這個當下 把所有可以降低 對環境的污染 對環境的負擔 用各種方式去降低它的 使用跟消耗 所以我們推動能源相關的議題 我們推動節能教育 我們involve我們的客戶 我們的business客戶 去做節能設備相關的更換 更進一步去involve 他的internal staff 去做節能益式的工作坊 那這個很感謝綠盟 因為我們自己在過去 被綠盟的盤點跟帶領之下 我們全體 我們自己的全部員工 觀測了將近一年 我們公司的用電 然後同樣把這個 把這個觀念 帶到我們所有的企業客戶裡頭去 很重要的 並不是我在教他節能知識 很重要的是 我讓他知道 這是公司的事情 為什麼跟我有關 通常來說 公司做節能設備更換 是公司老闆省錢 公司總務的事情 為什麼這事情 會跟公司每一個人有關 那這個事情 我回家今天晚上 我可以幹嘛 這個節能 我們怎麼樣來用來做做 團隊建設 團隊共識 是領導力的一個工作法 所以這個是同一東西在推動 我們希望他從設備面 來做更換 讓他知道說 從RI的角度 你怎麼可以做 更進一步 怎麼樣 internal的讓他有機會 帶他的stuff去改變 那在此同時 我們自己覺得說更重要的是 在一個減少負擔的當下 怎麼樣種下更多對的種子 在環境 在小朋友 所以我們帶我們的客戶 帶著他一起做更多的 親子種樹派對 去做親子的能源教育 希望說從最小的單位 從企業裡頭的家庭出發 而家庭裡頭 每一個人都是leader 所以我們怎麼involve 他從自身出發 關注到說原來我可以做 那在其實過去 這個很 推動的過程 其實我深刻感受到說 任何一個單點 單獨都動不起來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 騎取Domi 像中間的engine driving force 然後那個bridge 怎麼樣把 這個每一個群體care的東西 應該像這樣 把每一個群體的角色 立場 關注點 用最簡單的方式 echo每一個人心裡的care 然後把它帶出行動 所以我們在看 真的要讓這事情可以轉起來 真的是一個collaborative effort 包括學校 包括企業 包括家庭 包括政務 包括婚聚 組織 那 對於我們來講 針對家庭 就像我剛剛提到 我們從企業出發 我們讓企業去做 剛才那些簡單的 更換性能的動作 甚至有一些有條件 讓他可以 有辦法進一步 採用再生能源的一些設備裝置 那進而 我們走到企業的 每一個客戶的 每一個員工的家庭 我們用 以家庭為出發的節電故事繪本 一系列的節電故事繪本 以及我們叫他節電很簡單 快速 快速保 因為節電這個議題 很多時候 對於一般家庭來講 他不知道怎麼去開行的第一步 而且很多時候是受挫 是失敗的 過去的經驗 所以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試圖 讓這一切的動作 可以很簡單 然後可以 當你做的時候 你有成就感 你省了錢 你實際被獎勵到 而且你願意出去分享 這是我們跟家庭做 那我們也同步開發 所有跟孩子 跟孩童教育有關的 節電的 對 希望用講故事 用劇情繪本 劇場的方式 讓小朋友 可以被影響到 因為我自己是三個小小朋友的媽媽 我深刻感受到在過去幾年 我的小朋友 因為我的自己每天在推動這些事情 他有意識 甚至他願意在幼稚園裡面跟小朋友講 去影響別人 去自己很自發性的 不是我刻意對他說 去自發性的去引導其他小朋友做一些事情 然後用他的破英文跟他老師解釋 為什麼我們 我們可不可以在學校 幼稚園的屋頂上 加太陽根板 那這些種種的點 都讓我們自己的團隊裡頭深受感動 是因為 孩子真的在不知不覺中 被我們種下這些種子 而這些種子 就是他自己捍衛這個環境的能量 不需要 在我們這一代 需要刻意去做很多事情去改變行為 去扭正一些事情 而真的在下一代 在年輕的那一輩 他是自然而然的 是Innative 是在他的DNA裡頭的 那針對企業 就如同我剛才所說 我們上門幫他幫企業去做他的 技能評估診斷 怎麼樣用很簡單的analysis 協助他了解Where they are 現在的位置是什麼 在能源的使用情況上 那怎麼樣把這個訊息 可以讓Internal的公司 甚至跨部門都理解到 那再來下一步 怎麼協助他們去制定一個 三個月六個月 或更長遠的目標 不用很大的目標 可以很簡單 但是一步一步陪著他做 那第三就是我們在過去 我看到一個更重要的角色 怎麼樣在這個過程 跟政府來對話 跟政府來互動 把這些所謂要推退的政策 怎麼樣更好的溝通到另外一頭的企業方 讓大家 讓企業端願意來 participate 所以我們很有心在去年 參與了新美市的兩個計畫 那也簡單跟大家也報告 就是去年度 其實其實是延續前年度 新美市首次推出在社區 用參與市預算的方式 讓市民involve 節約這個議題 那也因為去年這個成功經驗 前年的這個成功經驗 他們在2016年推出 用同樣的方式跟手段 希望帶動更大程度的involvement 所以我們邀請了 廣發的宣傳邀請了 十個連鎖企業 包括工會 在去年一年度的時間 用這樣的方式 參與市的方式 由下而上 在企業內部推動 那就如同我剛開始 一開始在說明的 通常這個議題 在企業裡頭 就是老闆管理層 總務部的事情 怎麼樣讓這個事情可以 第一 跨部門理解到 原來當我關注節電 是幫助我的全員的統結 HRE角度 當我關注這個議題了 怎麼樣幫助我的Sales 營運部有關聯 第三 當我開始關注這個議題了 我怎麼樣讓我的行銷 讓我的品牌可以加分 消費者願意買單 所以在去年 我們用了一年的時間 陪伴了十個企業 走過了這個階段 各有因業制宜 各個業態不同 有美法業者 有加油站工會 有四海游泳鍋 大家都知道 有各個業者 信義房屋 讓他們自發心的 從企業內部出發 去思考 怎麼樣動員起來 找出最適合我們的節電方式 而且是分店的員工 願意去創造出各種creativity 所以讓節電帶動團隊共識 可以讓他們打造更大的品牌 跟 internal 關於這個事情的更通 滾動更大的商機 所以在這一年裡頭 我們服務到了賠利的這些企業 陪伴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那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我想跟大家分享這個案例 就是這個企業 也是去年拿到服務業的第一名 它本身是一個自由品牌的 OEM品牌的美法公司 有四五十人一個中小企業 在接觸之前 他們公司是完全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一個人有節電意識 跟節電觀念 那在這個過程 我們就真的看到說 其實當我們願意進去陪伴 跟一步一步帶他走的時候 整個公司動員起來 所以他們不但他們不但影響了自己內部員工 影響了他們所有的通路 包括藥局 包括醫院 包括專業的salon 在這個過程其實我們因為他們 去分享了非常非常多次 每一場都是一兩百人的專業美法師 讓他們理解到說 我的店裡可不可以只是一個小店的owner 我為什麼他們大部分的時間都會覺得說 我現在賺錢都 業績都萎縮了 我怎麼可能想到去節電去花錢 但是我換個角度讓他去思考說 這個事情到底怎麼幫助你賺錢 那真的很有意思就是那個過程 我自己聽聲提問到跟看到 一個團隊因為這樣的過程被empower 而有所改變影響更多的人 包括他們在網路上推動活動 超過二十萬人次的點閱率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驚訝的過程 那當然這個過程成功 我覺得會有很多很多因素 包括節電專家 我們有一群的節電專家團隊 在這個過程陪伴他們 因為他們行業的特殊性 怎麼樣方式去可以involve 然後包括更重要我覺得 我們recruit了一群市民團隊 用運用他們的熱心熱情 我們同同時empower他們 而更重要的讓他們走進企業 用消費者端的立場來看 為什麼我需要你改變 只有消費者手上那個vote 才是真正可以讓企業可以變化的真正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這個過程當中 也同時empower這些市民夥伴園丁 讓他們走進去給企業帶來更多的力量 那這個過程真的我們看到說 其實要有足夠的companionship 跟empowerment 事情是可以被改變的 那我剛剛提到今年度的第二個計畫 我覺得很容易有機會來engage跟參與 就是就是 新北市一樣第一次帶動用能源這個議題 希望engage市民 讓市民的生意參與進來 到未來我們要推動所謂的能源轉型 能源轉型 我們怎麼樣讓市民理解到說 現在的completeness是什麼情況 我們怎麼樣降低什麼樣的使用 怎麼swish到未來的使用方式 那市府會推動接下來的所謂的條例 去規範市民的同時 怎麼樣先讓大家理解到說 what's the future we want 假設我們都想要那樣的future 那我們可不可以進一步去理解 未來我們可能在未來的哪些面向上 會被規範到 會要怎麼樣被規範到 可能會現在從這個起點起可能會想到 危害到我的利益 但是把時間拉長想 我們有沒有辦法去理解 那這也是真的第一次推動 從城市的角度 讓大家一起來發想 來對話 來形成共識 也因為這個 讓我們想走進了學校 不但在社區大學推動能源講座 更重要是 我們在新北的大專院校裡頭 讓學生社團用自己創意的方式 去滾動這個議題 因為通常能源這個議題 只會在同溫層發酵 那怎麼樣讓 不再在同溫層另外的人 願意聽 願意參與 願意開始那個對話 所以我們讓學生自己去滾動 包括他們的舞蹈社 拳擊社 路跑 用各種的形式 就是把環境能源跟節電這個議題 揉在裡頭 讓他們自己去滾動 那我覺得很有意思就是 學生自己走到了更多 弱勢家庭的領域裡頭去 給那些孩子 帶進這個人 這個知識的觀念 跟互動 所以這是我今天簡單的分享 那拉到最後 其實對於我來講 東明在這個過程看到 真的只有這幾方 願意開始對話 在場的各位專家學者 我們可以來看一起怎麼啦 怎麼樣來 共同推動 我自己覺得 真的要讓這個可以work 是 simple care companionship and empowerment 謝謝